大家好,欢迎来到快手厨房 今天我介绍的是用豆渣和面 烤成豆沙包 这是挤出豆浆以后的豆渣 用三分之一的豆渣 加上三分之二的面粉 加一点盐 搅拌均匀 加盐是为了促进发酵 温牛奶加入发酵粉和白糖 用筷子搅拌开 牛奶不要太热 用手摸着温温的不烫手就好 牛奶量不要太多 因为豆渣是湿的 边倒入牛奶边搅拌面粉 然后用手和面 大力揉压 尽量使豆渣和面粉混合均匀 把面团活到跟平常蒸馒头 蒸包子一样的硬度就可以了 蒙上保鲜膜 室温发酵 这是从中国超市买的红豆沙 这种豆沙本身很甜 就不用再加糖了 烤好的核桃仁用刀压碎 核桃仁的烤制方法 可参考我的另外一个视频 香烤核桃豆蓉饼 点右上角的提示就可以打开 把核桃碎和豆沙混合在一起 搅拌均匀 做豆沙包的馅就成了 等面团发到原来的两倍大 就可以包包子了 加了豆渣的面团 比全部用面粉做的面团 更容易发酵 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包了 砂糖 全部包好后用湿布盖上 放30分钟让它二次发酵 取一个鸡蛋 把蛋黄和蛋清分开 进烤炉之前 给豆沙包刷上蛋黄液 再沾上白芝麻 这样烤出来的豆沙包外皮金黄酥脆 也更好吃 烤箱预热到350华氏度 烤30分钟 烤至温度和时间 根据炉子的不同也有所调整 时间到 好香啊 看看包子底儿也烤得金黄 拌开尝尝 嗯 又香又甜 喜欢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